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 好久没有给大家做这个身份局的录像了 也是马上要回家了 领走之前呢 给大家这个做几局身份局的录像吧 也让这个喜欢看身份局的录像 这个观众朋友有的一看 好 咱们看今天的录像 今天一共三局录像 先看第一局 主持角玩家在里叫老败类二六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还一看这一局比赛 出身在七号位的忠臣 看看主攻选了什么 主攻选了曹丕 这选将的话 最好的肯定是这个清改版的黄中 清改版的黄中 比以前的黄中强了很多很多 为什么呢 咱们共同看一下技能吧 以前的黄中 对吧 非常的缺距离 没有距离就是一个废柴 这个大家都懂的 但是现在这个黄中就不缺距离了 为什么呢 你看啊 你使用杀 可以选择距离不大于此杀点数的角色为目标 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 你想杀到最远的马超 马超如果没有加一 一二三四 对吧 只要这个 四 四点的杀就可以 对吧 就可以杀到 一般杀的情况下 大点数的杀还是非常多的 也非常容易摸到的 所以这个黄中 基本上大概率 90%情况下 都不会缺距离的 所以他可以 在任何位置当中反内都非常强 咱们再看后面的描述啊 第一 这个你指定目标以后 其手排数不大于你的手排数 也就是说你的手排数比较多 杀不能被闪 响应 闪无可闪 重点是第二条啊 其体力值不小于你的体力值 大于等于你的时候 死杀伤害加一 免费裸一 所以非常强 输出报表 由于第二条的存在 所以这个老黄中 要懂得实时的卖血 有的时候你可能要 居杀对面一个 核心的凉血 一个胜凉血的武将的时候 你有可能要把自己卖到凉血 所以归纳一下呢 就是这个黄中 第一不缺距离 第二可以以这个 当做一个伪卖血流来玩啊 第三呢输出报表 好 咱们再看这局比赛吧 这个场上的选将来看 除了这个 三号位的马超比较像反费 其他的什么元素 张星彩 这种当中都还可以 佐茨国家这种 就看不出来比较像内奸了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主攻上来去打 马超也没什么问题 一顿怼 阿里拉勒 看一看树霸吧 树霸非常强 他其实很关键 直接九杀主攻啊 九杀主攻应该是跳反了 如果中神就 这不可能九杀是不是 玉玺在手 天下我有 好 张星彩表示我也跳个反了 马超放水 马超去怼主攻 看马超有没有杀 马超有杀 敌人发型一乱 主攻表示错管了 铁技牛逼 我服 我服 真心服是吧 看一看张星彩 张星彩并不敢杀主攻 他并不能 他选择了盲狙 咱们 其实这也不能算盲狙了 因为前面已经三连反了 你看后面这些犬将 是不是 黄中是中神的概率 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这里这么打 是完全可以的 杀一刀黄中 然后乐主 而且黄中叔叔非常可怕 前面三连反 所以这个其实就 属于比较正常了 看一看这个左辞 四上 观星星 看月亮 好 跳了个钟 刀下了 火攻 其实左辞可以考虑拆掉黄中的乐 当然他可能自己也有无限 外面感觉是有无限 看他一会怎么打吧 他可能在等待曹瑞跳身份 一顿搞马超 好 曹瑞来杀咱们 曹瑞应该是反了 人头一齐 这边明鉴 明鉴给马超 一打堆牌 让马超自由发挥去 对吧 自由落体运动 好 左辞一看 反对一齐 那我先那个 对不对 打个无限 把这个黄中放出来 黄老英雄 一几南蛮开出来 国家卖博血 看看能卖出什么好牌 主公肯定要卖血了 翻了马超 这边的话 黄中三血 找这个张星彩怼一下 对吧 怼的张星彩就剩一血了 谁有权力 谁就拥有天下 这边铁索连环 那连一下张星彩和元素吧 就反正搞他俩 让主公方便去砍 可惜没有属性杀 有属性杀就爽了 可以考虑连 刚才可以考虑连张星彩和马超 没有属性杀 好 继续杀主公 继续让主公卖血 这是对的 逃避主公要主动卖血 继续翻了书吧 好 国家表示挂个闪电 我要当会卖血的周瑜 非常的屌 损一下 再怼一道 主公看见 马超那一队牌 这个眼睛都直了 就想收 这边龙刀拆掉 咆哮杀场 咆哮杀场 万夫目敌 这手牌非常的烂 腾甲审恋 好的 棋牌过了 你看就由于咱们 这个黄中的暴力输出 就把他压到一血 他就非常的惨 吴忠生友 吴忠生友 再开吴忠 好的 吴忠是跌逃18吧 别的牌也没什么好的 这边他应该拿贴锁 把这个队友的贴锁解掉 对吧 咱们这里拿这个大脸的杀 黄中眼里只有杀 没有别人 这个反贼呢 也不太轻易 敢把黄中转到一血 转到一血的黄中 还是非常可怕的 好 吴忠生友 看他怎么打 好 他选择了杀曹瑞 是有乐吧 要不他杀曹瑞干什么 但是其实没必要这么贪 你就乐住元素 去杀这个张星彩就可以了 也没必要这么贪 没有意义 曹瑞你会回个血 然后你发现 乐脸没有什么意义 就还是选择乐元素 那你还不如直接杀一刀张星彩 把他把贴锁解了 那你应该把元素解了 你不要让他俩人在一起 一会元素被乐了 狮子要扔掉的 对吧 把贴锁解掉 六点 你看中规这种六七点的杀 就够用了 就直接就可以杀到的 就可以足够用了 这边张星彩是闪不了的 油闪也闪不了 好 国家表示开始英姿 英姿也不是还是很赚的吗 是不是 南蛮入军 岩法度 以拓江土 再放南蛮又把这个马超翻了 再翻马超 看看能不能收掉张星彩 树霸应该有桃吧 树霸这种过牌能力 个把桃还不是什么问题 土 吴纳欣这边给树霸补一波牌 希望树霸回血 因为树霸能存牌 他的威力才能体现出来 被乐住了 存不了牌了 就体现不出威力了 好 国家把闪电顺了再挂 表示别劈主攻 我下巴再英姿一发 然后张星彩这个不声不息中 又捡了不少的牌 一会儿树霸再扔个牌还能捡 他并没有选择杀树霸 觉得树霸肯定有闪 杀了有点浪费 反正他被乐了是吧 他觉得不如杀一刀马超 可以了 扔狮子吧 多存点牌 好 并没有扔狮子 从扔的牌来看 手里的牌可能是桃或者无限 白银不扔啊 白银扔了多存点牌啊 好不好 少年 张星彩还有动 看张星彩这波能不能 是有什么恐怖的输出 决斗 推朵 左兹手里应该是有张杀 不是是有张闪 他有诸葛亮化身 大概率手里是张闪 其实左兹有诸葛亮化身 就已经足够了 能卖出点别的就更强了 对不对 看看有没有什么更犀利的化身了 咱这里想 哎呀 这鼠中方想推掉马超 捡了那堆遗产 目前来看还是挺困难的 那目前的情况来说 集火树坝吧 好 曹芝刀来砍一刀树坝 树坝手里应该是个桃或者是酒吧 桃指 大桃指 好的 看一看曹瑞 曹瑞这波能不能 有什么好东西 新人变化 以轻之才学 和仇此战不胜 和仇此战不胜 好 这边还可以继续砍 就先砍原术了 赶紧以收人头为主 看看曹瑞有没有给张星仔桃子 让 因为他给张星仔桃子 比较容易藏得住 张星仔离得比较远 果然是有桃子 这边五五 他也并没有选择开 表示反正国家可以英姿 还英姿了个桃 国家英姿的非常happy 帖索连起来 元术你就别喊小内了 反贼选元术 没资格喊小内 反贼选元术 对吧 简直了 对吧 你就不要去喊其他的 好 主公并没有挂刀 非常的怕 是不是 感觉这两把刀并不适合自己用 默默地扔掉了 好吧 好 苏霸这个 回个血 当然苏霸血线一旦被压去 他就 战斗力就减弱很多了 好 马超终于动了 非常的可怕 而且这边马超被 曹瑞明见过 可以出好几次杀 他可以考虑 看他怎么打吧 当然我看不见他手牌 所以我也不好说 他一定要怎么打 大哥 你把你两个队友解了好吗 你非要把元素和黄中联在一起 真的好吗 你先把队友解了 再说 封住国家 表示先封住国家 要放AOE 你可以再砍一刀曹匹 把曹匹也封住 别让曹匹再卖血 对吧 被明见过 你还可以出杀了吗 土故纳心 施法天地 这边国家救一下 佐斯一看这个劣势了 对不对 各种怒打无险 就占便宜 反正国家被封了 就占便宜 主公选择翻了曹瑞 选择翻了曹瑞 他是不是觉得 佐斯要挂了 想保住这个黄中 一人发行一乱 随我杀 继续砍国家 国家好惨 好可怜 当然国家内奸 他也没办法 马超为了封技能 要为了放南蛮封技能 只好这样 他说主公我对你好 我给主公留了个桃 马超应该最开始 把这个曹匹也封了魔 是吧 都封住多好 可以被 可以出三次 被明见了两次 张星彩开始斗 张星彩开始斗 张星彩开始嘴咱们 好 你敢嘴咱们 你敢让黄中卖血 黄中卖血 你怕不怕 一个方弯剑 你能不能打死 打不死就很尴尬了 这里 这里收了元术吧 我感觉 不然的话 元术很可能成为你们的累赘 曹匹肯定有闪吧 没有闪应该有别的 之前他没有出杀的吧 手里肯定不是闪就是别的 而且国家刚才包子还给他留了个桃 这边他直接翻了元术 元术突然发现被翻了不敢死了 要被收拾 那这样就更尴尬了 陷入尴尬的境地 直接黄中中 这把黄中的发挥还是很犀利的 并不想被收拾 但是你看黄中卖到了一血 这是两点伤害 注意啊 黄中是一血 他也是一血 所以这是两点伤害 直接带走 还是被收拾了 所以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被收拾的命运 接下来看看主公利用这波尸体 能不能搞一搞事情 黄中 你看这个黄中就反正 皮以前强太多了 输出爆炸 输出稳定 不缺距离 对吧 非常的强 再看一看 曹皮曹公子吧 就看这轮了 这轮搞不出事情就要出事了 普魏军心 以安国事 顺一下 最希望有的是连弩是吧 好 他决定推曹瑞了 强推曹瑞了 也没办法 谁就拥有天下 谁有权力 谁就拥有天下 好 诸葛连弩才好了 反正已经没桃了 也不一定晚 有可能张星彩这个啊 顺贤什么摸了个桃 但没有 没有呢 就带走陶瑞 真的是杜葛连弩 那还是就杀过去 杀了开心的 杀掉马超 杀掉马超来个乐 什么的 对吧 给这个张星彩乐住 九杀代废 无问题了 很不容易 忠臣啊 输出肯定 没有输出是不行的 你看反雷这么强的阵容 你要是打不出 高输出 基本上很难 给他冰住了 好 这时候主攻扔牌 扔了两张闪 当然张星彩这里 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看他怎么选择怎么打 九杀 好 当然了 这里他要黄中 九杀 没杀中 杀主攻呢 也有可能杀不中 因为主攻扔了两张闪 主攻手里一张牌 反正不是闪 就是九 所以他想了 杀了黄中 跟主攻单跳 觉得主攻扔闪的时候 是个闪 你喝一把 然后这里直接被 百步穿扬带走了 太假了 看看陶毕手里 是什么牌吧 这个输出 真的爆炸了 雄才大略 曹魏大帝 雄才大略 曹魏大帝 他手里也是个闪 那就燃病卵了 是不是 接下来咱们再看两局 这个孙策主攻局的录像吧 孙策主攻局的身份 一向都是扑朔迷离的 我希望大家这个看孙策主攻局的录像的时候 不要站在上帝视角去这个分析身份啊 你要设身处立的去站在每个人的视角去考虑一下身份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也基本上是这么样给大家去分析的啊 咱们共同看一看 这个这两句录像吧 这句录像是我那天旁观的一句啊 我好友黄龙岳打的一句录像啊 他是孙策二号位的忠臣 咱们看一看这个录像 看这 这录像也是这个各种身份扑朔迷迷啊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或者说谁打的对谁打的错啊 这把也有一个新武将 叫做新马超啊 像马超也是后改的啊 追击锁定计 你计算于体力值不大于你的角色 小于等于你的角色的时候 距离都视为一啊 就是也不太缺距离了 世仇 你这个卖血流 现在这个鼠国都改成卖血菜刀流了啊 当你使用沙可以多选择 只多差名角色为目标 差为你损失的体力值啊 对吧 你损失一点就多选择一名 损失三点就多选择三名 大范雷卖血流 好 看他这把是不是选了马超吧 顺便咱们也看看新武将 对吧 好 新马超 去马超 金卡局啊 看看选将 这个将面讲道理还真不太好看 但是反正如果我是孙策主公 我不太喜欢二张忠臣 看看他怎么打吧 主持量那个窝泰不怀好意 好主公上来就怼马超啊 我我我觉得吧 我这里还想多说几句啊 说孙策主公啊 他根本就不怕菜刀啊 孙策主公局最怕的是什么啊 控手牌的武将 什么张娥张和鲁素这种 所以我是孙策主公局 我从来不忙菜刀 你菜刀来啊 你菜刀武将愿意砍我就砍我 像什么二号位的张飞什么的 比如说啊 什么二号位的张飞许楚这种 曹直这种 如果你是孙策主公 你怕很正常 你嘲讽主 你孙策主公还怕这些武将 这些武将牛本是来砍我啊 对吧 所以我从来不忙这些 他上来想到了忙马超 你觉得你孙策主公怕马超吗 反正我是不怕 好这里他直接选择怼主公 反正反正啊怼一波 觉得我觉得曹越是忠臣啊 然后弃红砂锅 这怎么讲呢 这肯定是 这肯定也不是说那种 就是纯大家都认识的局啊 所以他这么打的 这怎么怎么说呢 就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是真正的反对啊 你黑杀一刀主公可以 对吧 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要去杀别人 因为你并不知道谁是反贼 反贼是人数多的一方 你就盲区很容易盲到队友 对吧 咱们看看他们其他人怎么想吧 反正杀一刀主公 路人一般是认为啊 杀主公 有可能是啊 对吧 反贼 好 悟吐骨呢 没动 这雪后 他把他存盘 你反正也看不出他是什么 这个人家也没动 你根本看不出是什么 这个也扔了个闪 也看不出什么 然后二章就给顾正 那看寻医跳什么吧 寻医挂刀 寻医表示 杀一刀乌吐骨 好 杀乌吐骨 这不好说 叫什么 反正乌吐骨杀了也就杀了 无所谓了 那么多血 砍就砍一刀 乌吐骨忙了也就忙了 其他人你说掉一血啊 就很可能很伤 这边他顺了 他选择黑杀主公 谁爬也没给 其实这身份都很难看的 我跟你们讲 假如说你 你不 你就说你不是站在上历史上 你不觉得 不认为马超是 不知道马超是忠神的情况下 你其实很难看对面这些身份 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忠 包括曹瑞也有可能是忠 因为他跳得非常模糊 更没有明确说跳什么 单黑杀主公 我不觉得怎么这样 你说你要什么又疯狂的过拆 顺兵乐什么的 那是跳法是吧 单黑杀主公并很难讲 他也去拆主公 然后呢 画了个眼弩 时间起牌过 反正我真不敢飙啊 就反正各种扑朔迷离 你就说久的时候单拆一下 主公也未必就一定是反 这个二张跳的是什么呢 好 二张 二张看起来是跳的反拔 他可能觉得马超跳的钟 咱们这么是不是这么分析 他可能觉得马超跳的是钟 因为他如果 如果是忠臣啊 他不应该这么打拔 当然了 他也有可能装 你说 为什么说孙策主公 非常的扑朔迷离呢 就如果厂商人都不熟悉的话 就纯路人 你并不熟悉每个玩家的习惯 那二张如果他是个忠臣 他你要说他装 他也可以是装啊 比如说他就装 就就故意去打这些跳身份 跳得不清楚的 然后骗反贼给他扔牌 是吧 所以你说绕了一圈下来 你看反正主公认为马超是反 所以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认为马超起手的动作 跳的是忠臣 对吧 你这一圈下来 反正我不敢绝对说啊 你可以 你们如果说 这就是孙策主公 觉得魅力之在所所在啊 你可以说啊 拆主公是跳反 但我不敢确定 因为很多忠臣也有拆主公跳装身份的 好 主公你看主公这肯定是认为马超是反吧 为不要不然他不可能来杀马超 所以主公的视角 他认为马超是反 那马超怎么打 马超继续杀主 好 他就去杀寻玉 想试试寻玉 看看寻玉是啥 而寻玉也不鸟 所以说寻玉到底是啥呢 不知道 他有疯狂的杀主 不想要反雷去杀 好 看一看乌吐骨 乌吐骨继续不动 根本不知道乌吐骨是啥 根本不知道 这个徐树顺 顺什么 徐树 徐树又把这个谁的狮子顺了 回哥雪 然后又开个桃园 你说徐树跳的是啥 你们说 徐树又给马超回去 不说明里 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他又黑杀了一刀主公 并不想给二张扔牌 也不能说不想给二张扔牌吧 反正就一张黑沙 黑寂寞的黑沙里道 非常的interesting 好 寻玉又开始开 开五谷 拿桃子回血 是吧 寻玉拿了个无限 看看寻玉怎么打吧 二张拿 二张打无限 二张给李 徐树打无限 好 表示徐树不给我扔牌 是吧 好 今当稳固内政 以欲外患 好 寻玉也没有开南蛮 直接扔给二张 寻玉看起来也是反吗 好 曹瑞开始去打二张 你看 曹瑞去打二张 然后主公打无限 至少 我有的能看出来 主公的视角觉得 觉得二张是忠臣 马上是反 好 然后曹瑞说 你怎么敢无限 我怎么活攻你 好 他就拍了 那到底曹瑞是啥呀 曹瑞说他看不懂 非常的有意思 咱们看 好 这个佐词要爆发了 如果佐词是忠臣 是不是非常的可怕 潜藏在中间 就把诸葛连组 好 佐词动手了 对曹瑞动手了 那佐词到底是什么呢 佐词难道真的是潜逐者吗 好 他开始给曹瑞 曹瑞呢 自然就给自己奶 看看能不能奶回来了 看看能奶回来 还是能杀死 再看看有没有人救 乌出谷 乌出谷 看起来挺像内奸的样子 一直在脱管 表示官国鸟事 你们打你们的 好 继续奶 严法度 严法度 以坐江土 好玩 好玩 继续看 你看他脱管出逃 其实他不是脱管出逃 他只是单纯的手速快而已 那乌吐谷为什么要出逃呢 那说明乌吐谷不是内奸 不然他肯定不会出逃 内奸出什么逃 关他脱事 好 二章开始给曹瑞 二章此时应该是个反吧 因为他如果 这个回合可以证明二章是反的 为啥 如果他是忠臣 他已经骗倒牌了 他没必要再装了 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而且他给的这两个人 尤其是寻遇就非常的相反了 如果他这回合是忠臣 他完全可以 把神父老老是跳回去了 他觉得徐树不友好 开始干徐树 觉得乌吐谷出逃了 乌吐谷是反的 好 那二章的视角里是认为 佐茨是重 徐树是重 马超是重 好 这是二章的视角 那实际是什么情况呢 好 他扔了两个AOE 那这个肯定 这个回合 二章是妥妥一反的 是忠臣 他就直接看AOE 送主公觉醒 然后开始搞反的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二章 这个这回合是稳定 稳定一反 剩下的 现在还真不好讲 好 反正主公还是认为 马超是反 大哥 二章都跳反了 你不怼一刀的 主公是真的惨 你主公 你认为二章这回合是 还是在跳中吗 二章这回合跳的不是 妥妥一反吗 还不砍他 还给他扔牌啊 我的天 这个房间叫本房 净挂闪电 我说这个谁还不挂闪电 怎么 好 马超这时候去怼这个 曹锐 马超 马超的视角 他不 他应该是 觉得徐处是忠诚 佐词是忠诚 所以就怼了曹锐 看看能不能怼死啊 这也是非常的不缺距离 好 直接怼死了 你看反贼死了 好 演得好 到底谁在演呢 反正肯定有人在演 是不是 肯定有人在演 好 这时候马超把身边跳回来 杀掉反贼了 不藏了 告诉主公 那边是反贼 别胡逼搞了 哥好不容易 对吧 砍了 你看不懂 你就算看不懂 你总能看出二章 刚才跳的是反吧 这个乌兔鼓开始怼徐处 好 乌兔鼓看起来真的是反 他们就认为徐处是忠诺 那反正徐处又反怼回去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Interesting 看一看寻语吧 寻语主要还是比较关键的 寻语选择顺左词 寻语和左词是对立身份吧 我觉得 调戏一波 不给补 傻 还是这边只能驱虎 这个乌兔鼓 但他没有选择驱虎 这么看起来 寻语应该是忠诚吗 因为他可以选择驱虎乌兔鼓 如果他是反对 他打马超啊 马超不是跳中了吗 大K 果然 是反对 好 被演的 这就是被演的 那这么看起来 寻语真的是忠诚啊 寻语一直在演啊 所以我经常讲 孙色主公 反对不要数人头 反正 这左词可能就是数了人头 我 我觉得 左词的视角 可能他觉得 二张是反啊 这个 马超是反 寻语是反 然后曹锐刚才去打二张 所以把曹锐给剁了 是吧 这个主公还看不清楚吗 好 终于看清楚了 主公看清 看清楚了吗 主公看清楚了吗 好 无懈可戒 当然了 此时这个反贼 自损一臂 有点这个回天乏术了 是不是 好 马超有打刀 打皮尔刀 抡起来 还能杀主公一刀 给主公组个牌 战火燃性 英雄胆 这个雾粗骨 没什么卵用啊 就是雪多 他只有配合小桥 非常屌 但是现在的身份局 并没有人去选小桥 只有四四的时候 专门去选 他还继续去怼徐树 他可能觉得 徐树是忠臣 马超是内奸 因为马超一直在看主 他决定把徐树剁掉 然而从主视角的视角 来看徐树才是内奸 那徐树有点 徐树就日了狗了 徐树主流内 不可能吧 没有开玩笑 徐树不可能主流内 好 这个徐树 徐树你看 徐树明显是内 这什么决斗什么的 如果他是中 他又打二张 他就没必要去打这个谁 没必要去打这个乌吐骨 就拼了命打乌吐骨嘛 好 徐树终于可以出动了 一拨牌 并没有补牌 选择打徐树 表示反正内奸也跳了 桃子都扔了 我去这手牌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当然他也可以考虑 曼学给这个马超补牌 男婚女嫁 管师傅 这里只能说 吴苏骨判断 也不能说他 完全判断失误吧 他 马超和徐树 其实刚才也并不好 判定谁一定是内 因为马超一直在怼主攻 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 好 无懈反无懈 无懈与反无懈之间的斗争 然后二张单靠自己摸牌 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杀 单靠自己摸牌 就燃病卵了 并不像这个 能捡一大堆牌那么厉害 好 看主攻吧 主攻赶紧干活吧 主攻活不干 先回个血是吧 杀 黑杀一下 早不砍 现在想起砍了 砍不动了 这怎么 本房进闪电 那 本房进闪电 那这个啊 那这个二张就爽了 别人不能挂闪电 老卡一张卡 别人可以这个势头追杀了 杀起来非常的爽 休想跑 休想跑 直接怼死二张 当然这里可以先用过拆 拆个小把车什么的 拆一拆 别锁连环 把小把车拆掉 是不是好一点 这边无图骨乐住 要拆斧子了 好吧 不拆小把车了 这十五血的太坑 开始 许出被打了不开心了 掌火燃尽 英雄胆 敌军自破 敌军自破 找他想找防具啊 找了一个小红马 然病了 这边群羽打死佐慈啊 打死佐慈就赢了 他给佐慈牌了 不好打死啊 还可以补一拨牌也不亏 武图骨出小点吧 别让他给马超补牌 让他出大点 自当有气节 那就补一拨牌 补一拨牌也不亏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新的魂魄 此时看你的了 佐慈 小内亚 你老忧着点 这轮你打不死马超 马超又要教你们做人了 忽悠个八卦阵 甘露应该先忽悠吧 当然他也不太想给这个谁 不想给谁捡一马 不想被孙奔打到 好吧 不想被孙奔打到 但是马超可以打到你们 神乐 神乐的话 感觉还是乐物图骨好一点吧 马超很可能就把他们打死了 对不对 反正都把那个啥拆了 都把那个小马车拆了 是不是 哎呦这么多酒太爽了 这么多好酒 世仇 直接怒杀三人 怒杀四人 加主公一起砍 非常的爽 全弹飞了 上一个悟吐骨 围观悟吐骨 悟吐骨已经有了个燃了 会不能走快 但是其实我感觉这里也没必要杀主公了 因为 这么优 这么大优势局主公不需要觉醒 万一觉醒被反对偷了也太好了 因为优势很大了 其实没必要觉醒 就孙奔不觉醒 单挑物突 也都随便打了 一会主公被偷了就不好了 你看这拿出联势 把主公给推了 就真的不好 还好这八卦阵 我操 还好这八卦阵给力 不然真的要被偷了 这八卦阵要不给力 主公就被偷了 我感觉刚才没有必要去杀主公 不需要觉醒 优势局 孙奔不需要觉醒 烈士局才求觉醒 你看但凡如果八卦连续叛黑 就叽叽了 寻玉还有桃子 寻玉好多桃子 牛逼 所以说寻玉刚才卖血肯定是比较好的 但是乌吐骨出了一个大点 就是正好让他卖了血 再看第三局吧 主持者玩家的地道兔比 兔比还是免比 378区的玩家感觉他录像 原出生在四号位的内奸 主公想要孙奔 内奸 什么佐泽 关羽 张星彩这种都可以 马超 看他选什么吧 张星彩 OK 看一看本局有什么故事发生的 这匠面看起来的话 不太反 偏反 赵云偏中 其他的 不太好说吧 祝容稍微偏中一点 毕竟AOE属性 孙策主公局反对不太需要AOE属性了 好主公直接先弃牌 没有小能房 咱们摸一张 蔡夫人摸一张 看蔡夫人怎么跳 蔡夫人跳的是什么 蔡夫人跳的比较像反 为什么 他是中他去打赵云和祝容干什么 这两个人 对吧 非常的像忠臣 当然他也有可能演一部 当然他这里扔拿满了 扔拿满了 基本上是跳反了 为什么 如果他是忠臣 咱们这么想 就是我经常讲 如果你是 孙策主公局忠臣 你要是装身份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你第一轮要把虚报牌藏好 让反贼第一轮无处可打 然后你第二轮跳出来 你就起码就有虚报吧 南蛮这种东西 你肯定不能扔吧 那他把南蛮扔了 就基本上跳反了 如果他装的 他南蛮肯定藏手里的 这边吴国泰 大概率也是跳了个反吧 反正怼了咋咪刀 你看他怎么打吧 没有桃子被怼 有桃子吃了 回到三选还好 两选就尴尬了 他决定装身份 所以我说这个什么 拆主公这种 根本就不能 根本就不能确定 根本就不能确定 是不是装身份 你看又拆主公火攻 能信吗 他表示决斗注容 也也跳得很像反贼 反正就装起来 然后就对 其实从他的视角 他这么打也未尝不可 为什么呢 你看 他的视角 这赵云 大90%就是忠臣了 所以他去兵徐树 杀徐树 然后决斗注容 这里面 好的结果 他俩都是反对吧 差的结果一中一反 也可以接受 对吧 又打中又打反 都可以接受 然后身份还藏了起来 所以完全可以接受 这么打 对吧 你这么分析下来 是不是 又不可能说 这两个是忠臣 由于赵云就非常小忠 好 这徐树被一顿搞 徐树表示都忙下家的 从他这个语气听起来 有点相反 对吧 他表示被都忙下家 很不开心 如果他是忠臣 他就应该觉得很正常 反正赵云 效忠了 没出意外 对吧 先捡了牌 看看其他人怎么打 看看这个祝容 好 祝容开始嘴孙肩 那他是出于什么心态呢 咱们想一想 祝容跳的是什么 先看祝容怎么打 打了好 祝容给孙肩乐主 也没有乐主 那祝容 咱们 咱们想一想 祝容如果是反的话 在他视角里 他认为蔡夫人 吴郭蔡 张星彩是反 反的一齐 所以他去打忠臣 对吧 如果他是忠的话 他只看到了赵云跳忠 徐树是没有动的 他应该不会去打孙肩 对不对 也不会说专门乐主 孙肩 他可能就乐主蔡夫人了 吴郭蔡这种了 所以 祝容大概率分析下来 相反 就是他的这个动作 就是从他的思维来说 他的视角来说 他这么打 大概率是反 他是忠 他很大概率 去乐蔡夫人 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好 然后这边 瞬间也跳终了 那咱们就知道 这边都是反了 那咱们就照着这个徐树打吧 想连咱们不能被连 被连在铁索上是不行的 被打了 被打就被打了 无所谓了 被他打了 就不会被反贼打了 咱们就去怼这个徐树就好了 徐树让他真的是成哑巴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好 顺一波 向披靡 退自如 好的 大家劈了 趴来一起掉血 好 他并没有选择了蔡夫人 选择了乐张生坦 其实他乐蔡夫人好一点 蔡夫人毕竟先动 对吧 就算按照顺序 你也应该先动 好 赵云表示不玩了 祝荣表示我也是 你忙的别人吧 祝荣谁忙你了 没人忙你 好 蔡夫人杀一刀 吴国泰表示开个技能 忽悠个装备 没啥好忽悠的 没装备 传递一波 他把这包盾给咱们了 这么好的 他可以 这波可以 打个无限 剩下摸牌 又摸到炮子 运气不错 长鹰在手 赶父 苍龙 好 这边咱们去怼徐树 把徐树压到一血 他们反正也不知道 看 徐树看他能不能跳出身份来 他也跳不出身份来 很尴尬 好 终于跳出身份来了 木道章乐 把赵云给乐住了 身份跳出来了 那其他反对要想清楚 其他反对要想清楚 当然其他反对可能并没有 并没有说我的那种思维 去分析朱龙的第一回动作 他们很可能认为 朱龙是内奸 把马给忽悠走了 朱龙很不开心了 朱龙打个句号 爱卿快快请起 站在上历史上 当然咱们 你观众 包括观众 你知道张星仔是内奸 他们其实并不一定能推断出张星仔是内奸的 张星仔上来对主公的动作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主公不挂闪电的 这房这房不进闪电 你就挂呗 好 怼孙坚 孙坚都成嘲讽了 连冬开始推过去 再忽悠 好 好 朱龙一顿逼逼 这个蔡夫人仿佛信了 表示给给朱龙 要怼死这个孙坚和赵云 好 这个朱龙表示受宠若惊 表示臣妾受惊了 好 再怼 好 咱们一会把赵云赵云收了 不是赵云 把徐树收了 好 吴国泰还是继续选择 相信咱们 继续给 因为 不是 但是 但是 他们反贼应该想一想 这反贼为什么这么多 朱龙反 徐树反 反正他们就不觉得反贼很多吧 这里要收徐树啊 收徐树反正 既然反贼死一个 咱们先拆一下孙坚 表明咱们反贼的立场 对吧 而且这个徐树死了 还是要杀个忠臣的 是不是 怼死 这些挺有意思的 未尽孝道 哑巴 未尽孝道 暴汉此生 好 再顺兆云 他是想继续装个彻底 准备玩拨大的 这是啊 就不跳回来 他准备玩拨大的 好 看云妹 云妹 好 蔡夫人让徐树别急着走 看到最后 好 看到最后 看到最后会发生什么呢 好 祝荣这个 直接九杀 带飞孙坚 玩拨大的 能不能玩起来 讲道理 如果这时候被反贼识破了 基本上就很难打 也不能说很难打 还能打 但是被反贼识破 就没那么轻松了 如果不被反贼识破 很可能能玩拨大的 主攻继续怼 就剩下这三个反贼 也没有那么强 近乎于白板 比白板稍微强那么一点 但是吴国泰可以控制装备什么的 看吴国泰还给被咱们牧牛流满了 祝荣表示居然死了个反 他很不信 好还给 刚说还给 就给护了走了 知道 哎呦 看来已经产生了怀疑了吗 成在手 赶赴苍龙 好的 这边选择杀主攻去了 表示我不能杀赵云对吧 别人呢 我也不能去杀 杀了就 对不对 杀了就被发现了 就杀主攻 杀主攻可以 反正你们愿意杀主攻 你们也可以杀 这个重荣竟然不把连弩拿走 竟然把连弩放过去 你让孙奔拿连弩 你想干嘛 你让孙奔拿连弩 一会反的就不信你了 你竟然敢让孙奔拿连弩 好 他去杀主攻 他表示我拿杀 只是为了猎刃 好 他表示我也有连弩 是吧 他表示我要用我的连弩 把你的连弩拿过来 对吧 我的连弩偷了你的连弩 亮兵器吧 孙策 孙策好惨 被扒光了 好张兴才开始嘴顿了 跳内了 说 你要是我们主攻觉醒了 好张兴才为了演了逼真 给蔡夫人打无限 表示 我是服 我才是反贼 赶紧把木牛牛马给我 你杀主干嘛 当然杀主 杀主可以猎刃啊 拿AK啊 愿两家 以劫勤劲之好 好 就把连弩放过来 就看木马你肯不肯给了 木马肯不肯给是非常关键的 好 终于给过去了 主龙表示我以为哑巴中 好 给过去开始决斗赵云 好 赵云表示这个猪龙 这猪龙 这猪龙 好 终于骗过来了 终于可以玩拨大的了 也无用 好 这回直接玩拨大的 待全场了 玩了一拨大的 反对自食苦果 这时候 这时候我觉得 就吴国泰和蔡夫人 你们两个人 就不要相信 祝容和张星彩 这两个人都不要相信 就你们两个人 把木牛牛马 好好的传起来 匹杀都强 这时候你也不能说 完全相信祝容 也不能完全相信 张星彩 都有可能是装的 你但凡相信一个人 就很有可能出事情 最好是你们两个人 传立起来 其实孙策局 还是挺有意思的 尤其是打路人的孙策局 而是一群会玩的人 其实孙策局的身份 还是比较好辨识的 路人局就不好辨识 因为路人局 很多人的思维 它不是一致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打路人局 孙策局的时候 就是孙闷局的时候 你多站在路人的视角 你去考虑 他为什么要那么打 他是怎么考虑的 你多站在他的视角去想 你可能会想通很多问题 这边蔡夫人表示我服了 求个联系方式 联系毛啊 你跟吴国泰 你们两个人 互相建立信任 比啥都强 庞英在手 赶赴苍隆 庞英在手 赶赴苍隆 你是没见过孙策局 装身份吧 对不对 反正孙策主攻局 你打路人的时候 多想一想 多思考思考 另外的话呢 你自己玩忠识的时候 可以这个 根据形式考虑考虑 装身份 忽悠忽悠悠 反对的吧 对路人局还是蛮好使的 其实呢 咱们打这个 你打身份局 还是无论国战啊 你都是要根据 不同的环境 来制定不同的策略 对吧 这个其实我以前 也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 你根据 对面人的水平 选择你如何去装身份 装身份这个度 要把握好 面对不同人 好了 这个废话 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就播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